但是中國現在麻煩大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全球疫情看起來 第二波來了 而且感覺上比第一波 還要更嚴重 包括了像韓國 因為韓國單日確診 就增加了1200例 而且他們的首都首爾 重症病床竟然只剩一床 現在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可能一床都沒有了 所以可能要再度封城了 德國更慘 德國的封城措施要再升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單日死亡 就近千人創新高 你想想看在台灣 因為疫情 如果死亡近千人 那是一個多可怕的數字 那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在台灣真的有夠幸福的 那紐約現在死亡人數 也是再度飆高 所以紐約政府已經預告了 可能二次封城 好 我們看到全球疫情這麼的嚴重 中國還在散播病毒 中國安徽有一家科技公司 禁了一批這個國產的雞腿 中國國產的雞腿 竟然外包中也測出了五肺病毒 而且為什麼會講到這則報導 因為客戶當中賀進有什麼 有麥當勞 有肯德基 有漢堡王這一些 不過大家放心 這是在中國 在中國就生活就是這麼恐怖 而且中國本來想用疫苗 但外交扭轉臭名的 結果中國的疫苗真的是爛透了 台灣居然有人想要打 中國國企 國營企業 還國藥集團 你看就知道跟疫苗有關的 他幫他們的員工施打疫苗 結果數百名外派的員工 最後竟然一出去就集體確診 這種疫苗能打嗎 所以中方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迅速的把這個消息給封鎖了 但還好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另外我們再來看中國不是很強嗎 現在不是要打澳洲 要制裁澳洲嗎 結果現在把自己搞得灰頭土臉 他封殺澳洲的煤炭 結果現在自己的電不夠用 然後各地不但發出限電令 而且電不夠用到什麼程度 連紅綠燈都關閉了 而且限電令有多慘呢 中國現在冰天雪地啊 現在沒有電啊 老百姓都快凍死了 這個北京鋼鐵研究總院的 這個退休學者還怎麼講呢 他說啊 中國企業其實呢 對澳洲發電的煤炭需求量很大 所以這一支制裁就造成缺電 如果澳洲再反制中國的鐵礦石 那所有的鋼鐵業也都要被迫停產 中國真的慘了 而且美國制裁中國也打到痛點 中芯在美股遭到制裁之後呢 美國加州的投資人現在要對中芯 提起集體訴訟 理由是什麼呢 你們中國只會騙騙騙 中芯呢 竟然沒有揭露你供應設備 要用於軍事的目的 你現在可能遭到美國制裁的風險 結果這個你都不講 害大家現在要蒙受巨大的損失 因為呢 這個中國最大的半導體公司中芯 很可能在美國股市要被迫下市 另外呢真的當我塑膠 這個剛剛我們不是提到嗎 中國要制裁澳洲 結果呢有跟澳洲結盟的五眼聯盟 現在火大了 敢欺負我兄弟 現在可能要出手反制中國了 澳洲新聞通訊社就說呢 五眼聯盟官員現在正在討論 要怎麼樣去支援澳洲 包括要團結對中國的貿易 還有經濟呢來進行這個制裁 不過讓大家最神奇的問一下這個年況 現在全球疫情還沒結束 而且看起來更嚴重了 結果中國現在到處在推銷他的疫苗 結果這個疫苗呢 現在說他們自己的員工打了 還集體確診耶 真的很諷刺 然後聽說呢 這個中國說要這個推銷疫苗的時候 我們一群台商說 中國疫苗不錯 我好想去中國打疫苗啊 結果呢你去就算了嘛 居然 這一定找國民黨的立委啦 居然叫國民黨的立委說 去幫我們熟一下 看我們打完疫苗回來 可不可以不要這個隔離 憑什麼 你怎麼看中國現在不只在推銷他的疫苗 中國這一波從武漢肺炎開始 今年初開始有疫情以來 他大概做了兩波的大外宣了 第一波是說這個肺炎跟我無關哦 所以一會兒怪北美豬頭 德國豬腳 什麼挪威鮭魚 什麼每一個都是都是兇手 這只有跟中國無關 這會甩鍋了 對然後第二波的大外宣 就是說我的疫苗好棒棒 可是今天中國被誰打臉 被他好兄弟 柬埔寨總理鴻燊打臉 鴻燊說我們又不是垃圾桶 為什麼 請問我們會把什麼東西丟在垃圾桶 當然就是不要的東西 所以中國的疫苗外交 顯然到這一波又失敗了 再加上他們的國營事業派出去外國的員工 都打了他們的疫苗 但是在烏干達有確診 在歐洲塞爾維亞有確診 在世界上很多國家 都是打完疫苗之後確診哦 那你告訴我中國疫苗有效 基本上大概沒有人敢相信 大家記不記得有位少將叫做陳薇 他不是在好幾個月前 就在電視機前面公開打疫苗嗎 到現在我就沒看過他了 人間蒸發了 我真的沒看過他 他第一個打之後 那個疫苗就是他們團隊研發 他第一個打 應該是女英雄跟他拿出來當樣板 結果不見了 中南山都可以幫自己的銅像揭幕 那如果疫苗這麼有效 陳薇應該銅像要比中南山大啊 真的 可是我們到現在沒看到他 我揭幕一下 我們剛才錄影的時候 那個傳出來法國總統馬克宏 他也確診 馬克宏也確診 所以中國萬事有帶大了 所以現在歐洲跟美國的疫情 包含很不幸的韓國 韓國一開始的時候很嚴重 但他中間其實控制的還相當不錯 那最近不曉得什麼原因 一千一千多 中國到現在很有趣 中國他現在做反的宣傳 他說現在快過年了 祖國很關心這個同胞在國外 這個因為疫情很多嘛 祖國派飛機接你們回國 接了七萬多人回來 就那這些人接回家幹嘛 就從一個地方關換到另外一個地方關 你中國自己到處在封城 四川也封東北也封 然後你現在從國外要把中國人民接回國 我要是中國人民如果我可以選擇的話 我才不會回去 中國好像比歐洲比較安全 應該是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疫苗 中國的疫苗到底好不好用 不是我們在座誰說了算 疫苗是一個很科學的東西 我們就讓科學的證據來告訴我們 疫苗好不好用 輝瑞莫德納 阿斯特杰利康AZ 他們都通過第三期的人體實驗了 那輝瑞已經好幾個國家核准上市 莫德納應該美國可能明後天就會核准了 但是你現在問我說 這兩支疫苗是不是百分之百有效 我都不敢跟你講百分之百有效 因為人體實驗跟真正大量打在幾千萬人身上 狀況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驗證 請問誰有看過中國疫苗 第三期人體實驗的報告 沒有 我再告訴大家一件事 那個全國醫師聯合醫師公會聯合會 那個羅醫師也來上過我們節目 他前一陣子去金門 因為防疫金門也很辛苦 他們就跟金門的醫師去座談 結果他告訴我們一件事 他說在今年以前 因為沒有疫情 很多中國住在廈門的人 會到金門來打流感疫苗 他們來打流感疫苗當然要自費啊 對 尤其流感疫苗是一個很成熟的技術 全世界已經發展了很多年了 中國人連自己的流感疫苗都不敢打 都要到台灣來打到金門來打 真的耶 那你覺得這個全新的疫苗 應該不敢打 當然不敢 中國人自己大概都不敢打吧 這些被這些要打的可能都被逼著打的 對然後你說台商我跟你講國民黨立委你們不要以為這樣拍到台商的馬屁錯了 你去問台商十個台商九個生病不會在中國看病的啦 他一定是回台灣嘛 誰要打疫苗 誰在中國看病啊 你去問台商就好了嘛 除非說是那種真的就很很輕微的小感冒看看就算了 或是說不看死的那種 總是要緊急處理一下 大多數都是能撐 我就撐回台灣再看病就好了 所以你叫台商在那邊打疫苗 他不會打疫苗嘛 那你說好台商打了疫苗 現在國民黨立委幫他主張說 那我們就不要隔離十四天嘛 錯 第一個這個疫苗有沒有效 我們不知道 對啊 連我剛剛講連輝瑞莫德納 我都不敢跟你保證 我們打完之後你就來台灣就不用隔離十四天了 這沒有人敢保證 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跟實證 第二個 你請問你現在在中國打完疫苗 你說回台灣不能隔離 不需要隔離十四天 那你去問問中國政府 你到中國去從台灣再回到中國去 要不要隔離十四天 他照樣叫你隔離十四天 那為什麼回來台灣不用隔離十四天 那你為什麼不去要求北京說 我們打了疫苗不用隔離十四天了 你有種你去要求北京嘛 最近我們確診了好幾個病例 我們都發現一個共同點 都是登機前陰性 PCR陰性 隔離十四天 到隔離結束 自主健康管理再去驗 結果確診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這個病毒越來越狡猾 他越來越狡猾 那他可能症狀不嚴重 病毒量可能很少 所以你可能不容易驗出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要更小心 大家想想看一個畫面 再過幾天跨年 今年跨年全國大概有大概大大小場跨年活動 大概五十場以上 有看煙火的有看演唱會的 101的煙火一定國外媒體會轉播 你想想看德國人 美國人 韓國人 法國人 他看到我們幾十萬人 在101前面看煙火 他們會覺得說 臺灣你在這個地球上嗎 你有沒有搞錯 你和群一點好不好 這是未來的世界嗎 怎麼這麼幸福啊 我們都被關在家裡 你們還可以出門看煙火 真的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這個成就 是我們這一年來 政府民間全體國民 大家共同配合 好不容易得來的成就 要維持這個成果 非常不容易 非常辛苦 但是你要破壞它 只要有一個社區感染突破 就完蛋了 所以台商你要去打疫苗 我們意見 但是回來對不起 照規定該隔離就隔離 該自主健康管理就健康管理 打疫苗跟隔離 那是兩回事的 國民黨千萬不要當豬隊友 拜託 這個防疫真的 做這麼成功真的不容易